在台灣市私足樂團輕快的樂器演奏之下 為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的 第24屆傳統暨藝術音樂金曲獎 入圍禮讚暨茶會活動揭開序幕 這次共有十五個獎項 六十七件的作品入圍 並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長 朱文青頒發獎座給每位入圍者 今年第24屆傳譯金曲獎 共有133張專輯 一千五百九十五件作品 來繳出這個蘇格獎項 那今年有六十七件的入圍 各位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投影而出 真的是不容易 在入圍的名單中 有多位原住民級的音樂創作者 都是第一次參與金曲獎 作品就備受肯定 想要讓年輕人自己來 讓大家聽得到我們的音樂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音樂 我想說爆看看這樣子 沒想到沒想到看到網路上有助 真的是很開心 能夠做我們就很高興了 第一章嘗試然後得到鼓勵 超過我的期許不過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因為我想說未來我知道應該是朝這個方向來走 入圍的原住民族相關音樂創作作品 類別有最佳傳統歌樂專輯 最佳作詞人獎 最佳傳統音樂詮釋獎 最佳演唱獎 評審團獎 最終會講落誰家今晚就會揭曉 就這段Bazak 台北市採訪報導 最佳傳統音樂創作品 很多新的教學 最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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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